我的困境已经不是只有说 钱的问题 是我妈妈卧病在床 我照顾了三年 然后我去年我的女儿 得了血癌 这一年来 我这肩膀 心力交瘁 对 被压到我真的觉得 这已经不是用钱 要解决我现在碰到的 窘境的问题 而是我得要有体力 我还有愉快的心情 当她爬楼梯爬到三楼 眼前一片漆黑看不见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不是随便讲讲的 我就赶快送她到医院去检查 那你也说不出她哪里不对 我们其实她痛了一段时间了 身上有莫名其妙的黑色 脸色很惨白 我想说是贫血 就补血啦 吃牛排 或者是看看医生 可是也找不出原因 等到她真的看不见的时候 送到急诊 一抽血她就跟你讲血癌 这真的晴天霹雳 去年就我离开飞碟 那时候全部大裁员 哇 砍掉好多人 我还第一枪 然后因为我们做Live节目的人 都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玩耍 结果我就有朋友在加拿大说 来来来玩啊 说好吧 那就一家人就跑到加拿大 去玩了一趟 回来之后呢 我就接了另外一个节目 在三地电视台的健康有放 然后我女儿就生病了 那生病那段期间 先从悲伤那个情绪转折 悲伤难过 然后又转念 好好地陪着孩子照顾他 后来我就觉得说 老天其实是给我恩赐的礼物 因为如果没有被FIRE掉 我还要做Live的话 我不可能陪孩子 住在医院里面奋战 只有些爱 还有空是陪女儿 对 然后我做电视节目 一个礼拜录影一天 那一天我们家大女儿 有学校没课 她可以来帮我Play 她照顾我妹妹 然后我就可以去工作 所以我完全无缝接轨道 小孩子到今年五月 全部治疗结束之后 现在身上没有癌性 哇 太好了 所以你要问我说 投资 理财 赚钱 买房 哪一个健康 我现在会说 哪一个重要 我现在会说健康最重要 对 家人在一起最重要 对 那医生也告诉我们说 你不用再去追究 为什么你会得血 因为我会第一个说 我是不是遗传给他 我没有照顾好他 可是我们家都开火 孩子也在便当 你说什么原因造成这样子 可能整个大环境吧 污染啊 饮食啊 都有 可是我去追究这个都没有用 还是第一瞬间 他生病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会这样 然后我就在那个急诊室 很茫然地看着电视 电视刚好看到那个 Aloha翻车 摔出去六个人当场死亡 我忽然间被敲醒 我说至少我的孩子 不是用这个方法走 我还可以做点什么 说我要做的是收起悲伤 赶快努力陪他走这一段 我就跟他讲说 假如你一辈子 一定要碰到一次 这么大的坎 恭喜你现在碰到 因为爸爸妈妈 疼你的心无私 大爱 如果你现在结婚了 有小孩 先看你老公对你好不好 拨拨一下你公公婆婆 要不要让我们照顾 所以假如你一辈子 一定会碰到这一次 那很庆幸 在这个阶段 因为我也没办法选 转念这或许是一个 相对最好的一个时间点 对 那如果用结果来看 我当时拿到一个 很烂的礼物 我被fired了 然后女儿生病了 可是现在打开来看 就是女儿重拾健康了 然后一年过后 她也顺利考上了 台义大戏剧席 哇 好棒喔 就觉得 重生了 对啊 因为孩子 没有想过这一刻 可是我push她 不要中断学校课业的时候 她不舒服 我不要她当职业病人 然后我希望说 有一个目标前进 结果她就 半退半就半退半就 真的也有一个学校读了 然后倒是我 那个卧病在床的妈妈 她因为她不想被插管气窃 可是就回来了 我总要陪伴 那妈妈一天都很过比的她 她想死 心情很差啦 很差 可是我在医院要照顾女儿 我就只好跟我妈妈拉着 妈 我求求你了 我拜托你了 这关你一定要帮我 你要好好的 我才可以去照顾小珍 你有任何状况 我都没有办法持续下来 你知道我所有好多朋友跟我 在这几年我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我刚才跟麦麦讲说 这几年我们看到 我们之前好朋友周怡怡 对 最近看到刘俊耀 然后我就又想说 哎呀他们都很懂得理财 很懂得生活 我比较笨 可是我到现在还在租房子 可是我跟孩子和家人一起 便手自足走过这一段的时候 妈妈也因为我女儿生病 跟着我哭 然后拍拍我肩膀 让我知道说她会坚强 所以至少这段路 等于是妈妈也没有跟我找麻烦 然后我就这样走完了这一趟 所以我每次跟别人讲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还有沮丧很辛苦的事情 你看看我 我真是有够倒霉带赛了 买股票也赔 房子也有没有买成功 妈妈又生病 然后女儿也生病 可是至少家人都在啊 而且后来是彼此成为一个 互相支持的力量 妈妈也因此她其实振作起来了 因为其实妈妈也好爱你 她觉得她要成为你一个支持的力量 你是女儿支持的力量 她是你支持的力量 那就是 这就是亲情吧 就至少趁过这一段 我也看到说 我努力看见我眼前的幸福啦 我要去跟人家比 家财弯罐我没有 可是至少老公很支持你 家人很团结 妈妈也协助你 孩子也平安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这真是无价的 对 真的 无价的 对 而且你们家人 一定会健康的走下去 真的 希望 希望一定要 过了这一关 就会痞疾开来 对 你那时候其实在财务方面 也做了一些调整 投资那些可能不擅长 但是有一块你做的还蛮多的 就是 医疗费最严重的就是花很多钱 是 是我今天要把保安泰来了 不过这家好像现在 已经不是 已经不是安泰了 富邦了 你知道以前喔 我很讨厌人家给我拉保险 对 那叫保险 30年没见面 20年没见面 见面就叫人家买保险 讨厌死了 后来我现在真的 谢谢你叫我买保险 我当时买的也是人情线 对 就是亲朋好友做保险 那就 那你买 啊 好啦 好啦 小孩子两岁我就给他买了 然后买了就 搅搅搅搅搅搅 搅到我的小孩子 17岁 10个月 罹患血癌的那一刻 我才发现 原来保险的概念是这样的 当你遇到的时候 他给你一笔最安定的支持 我至少在金钱上 我不用担心烦恼 然后有这个支撑 让我可以赔孩子 我们是住单人病房 十支十付 多少的费用就可以给付 然后该有理赔的 第一笔马上公司 保险公司就赔给你 你直接就拿到第一笔 100万 那你就觉得 我就吃了一个定心丸了 对 虽然我不知道他医疗 后面会怎么样 可是这个定心丸 就给了我很大的安定 所以买保险还蛮保险的 当时 你们一年保费大概缴多少 这个费用 你觉得好像全部都可以cover吗 我没有去算 我跟你讲 我设计对数字很没有概念 一年保费缴多少不知道 因为他女孩那时候那么小 两岁买的 老师你看一下 这是我老公角度 二岁算一局 从两岁付到17岁 一家人一年缴多少 他不知道了 因为我老公付的 所以我都没有在管他付了多少钱 然后就 我把它当成是一种 就像你刚刚讲的概念 你就固定这笔钱是拨出去 拨出去的 然后他就成为一个保障在那里 所以我们一家四口都有保险 那女儿也是从小就买了保险 他们买的是终身险 所以20年这样子傻傻的付 付到期限也到了 但是那个保障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而且他们很小的时候买 其实金额也不高 阿尔姐听完你真的讲 我们以后要拍一局 叫阿尔德医生 哈哈哈 老师我已经是你 你才拜托的一个例子 我看到你这个东西 我就会跟所有现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说 保险是上帝派下来小天使 哦 真的 只是他不能够画作方式 他用这种方式呈现 只不过很悲情的部分的人 扭曲了这样的真实的本意 而让保险失去了他原始的价值 阿尔姐你一定不会知道 你说你不知道缴多少钱对吧 你讲了你会觉得保险怎么有那么棒 你一年才缴了三千六百块 哇 你领了一百万 这就是保险的真谛 我们一直在讲的保险归保险 投资归投资 三千六百块 代表着他一个价值 一个体力心力背后财力的支持 让你能够有这样的安全跟安心 跟这种幸福 阿尔姐 你的女儿确定是得了急性前骨髓细胞白血病 好长哦 我说所以呢 就是血癌 我就吓到了 然后他就叫我稳定下来 我说好好好 我会稳定我自己 可是过完电话以后 我坐在车子里面 我也很难稳定我自己 崩溃吧 因为我听到女儿得了血癌 我第一个自责 我怎么照顾她 第一个想她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妹妹 然后我就在电话那头告诉妹妹说 我的女儿得了血癌了 然后我妹妹就在那边大叫 怎么会这样子 她叫得比我还大声 然后我就哭得跟她讲说 我不敢相信为什么会是她 怎么会是她 你这么年轻 对 才十七岁 后来我妹妹哭得比我还大声以后 我就想说不要再两个人一起哭下去 我把电话挂掉以后 我一个人在车子里面 我就拍打那个方向盘 然后我一直问的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那情绪要过一下 过了一下情绪之后 我就还是乖乖地去 拿了东西回到医院 继续去照顾孩子 我们前后八个月的时间 那那一次直接到病房里面 就隔离了四十八天 完全没有看到外面的阳光 太阳 就是隔离在那边治疗 那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八个月的时间 陪她走过的这个疗程 后来身上也就没有癌细胞了 而且那时候其实 你还按耐住自己的情绪 你还鼓励你女儿 你甚至跟她说你很幸运 对 你怎么跟她讲的 因为八个月时间很长 我们看到了一些人 比如说有人 我们真的看到她生命就不见了 然后就没有救回来 那我就在没有救回来的例子当中 顺道跟我女儿讲说 小郑 如果万一我们 倒霉 没有撑过来 那我们今生也无憾了 那我也想安慰她 我就跟她讲说 如果这是你一辈子 一定会碰到的一件事情 那妈妈恭喜你十七岁的时候碰到 就碰到 因为你如果二十七岁 三十七岁 四十七岁 你可能有工作啦 老公 家庭 小孩 公婆 那当你有公婆的时候 也不完全是我可以介入照顾你 所以妈妈就想说 如果你一辈子一定会碰到一次 那我恭喜你在这时候碰到 不幸中的大幸 因为我没得选了 对 我至少可以全心全意陪你 而且你这个时候就是把学业 放下来就好 对 所以她都没有看到你崩溃的样子 其实你有崩溃过 她没有看到我崩溃 第一次崩溃是我跟我先生 在电话两头 因为我先生在医院 我就在家 我们两个是轮来轮去的 有一次我从医院打电话 给我先生 我先生说 我听到她声音就不对了 我说你怎么了 她在家里面拜菩萨 然后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哭 那我女儿在我旁边我就压住声音 不太敢哭 然后安慰我老公 可是我们两个还是忍不住 一个在家一个在医院 两个人哭 那我在医院陪孩子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每个晚上 都可以好好睡觉 因为治疗过程有一些凶险 你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那孩子晚上已经入睡了 我一个人睡不着觉 我真的没有 我好想把自己打婚了 可是我就睡不着觉 我就不要学我啦 这招不好 我就跑到楼下便利商店 买了两瓶啤酒 在厕所里面喝 因为我不想让孩子看到我哭 我喝了以后 我情绪就慢慢悲从中来 那悲从中来 你哭的声音就 哭的声音很难听啊 那厕所还可以开水龙头 我就把水龙头打开 我用水龙头的声音 去掩盖我哭的声音 我也不知道我哭了多久 反正我哭完以后 我满身是汗 然后全身泪水 然后重新从头到脚 再沖一次水 擦擦泪水以后我就能睡了 你知道孩子 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以为没事 可是不是真的没事 我女儿九月四号离癌 我九月那一个月 我直接停经 压力大到停经 那是整个荷尔蒙事件 别人看我觉得我还好 压力很大 那我也在忙孩子的事情 我一直在处理很多事情 所以我没有时间去想我自己 可是我的身体告诉我不行 我那个月直接就停经 到现在直接就拜拜了 人家可能还会一段时间滴滴答答 我就没了 所以我看起来整整好好 对 可是身体是不OK 身体很诚实告诉我 你受不了 对 所以身体在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要听 比如说你睡不着觉 不一定要喝酒 你可以换一个方式 想办法让你自己睡好觉 王医师 我想要问一下 如果碰到这种突如其来的 譬如说亲人突然得重病 你没办法hold住了一个情况 这个压力要怎么调适 其实遇到这种这么重大的事情 难过伤心 这个都是非常合理的 当然他会用压抑的方式 躲在房间里面自己哭 因为不想让人家知道 可是他也会用一些 比较乐观的方式 去安慰他的那个女儿 他用这样比较正向的方式 鼓励自己的女儿 同时也鼓励自己 有时候我们在做团体治疗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试着用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式 去鼓励别人 同时你也相信这样的东西 他彼此会互相扶持 其实我们在遇到重大的 亲人的那种压抑的时候 彼此互相陪伴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陪伴找到那个出口 阿姊我们先问一下 你最近小女儿出车祸 然后这件事情让你生气了 因为你在很紧张的时候 网路上你求救一下 竟然被网友念啊 被酸 到那天很急 礼拜五的晚上 台北的交通你可以想象 对 我才全部忙完我的工作 回到家刚刚进门坐下来 结果我女儿打电话给我 我就很开心 夏振 就阿姨 我不是小珍 小珍出车祸了 她的同学拿着电话 然后在哪里 她就跟我说在亚东医院 亚东医院在板桥啊 然后我说好 那她伤到什么地方 头都是血 身上也是血 包包也破了 然后我说那现在呢 现在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打疫苗 我不能跟她进去急诊室 所以我在外面 我说好 我现在马上过去 我就拿着包包跟我老公 两个人赶快就开车过去 一路上因为塞车 塞得我很急 那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孩子满脸是血 全身血 伤得到底怎么样 有一个人现在在医院里面 又没人陪在他旁边 我就叫我老公 赶快在我的脸书上求救 有没有人收拾 某某医院的什么人 可以帮我一下吗 结果就有网路的酸民说 你们媒体人都是这样子 你是想要怎么样 走后门吗 靠关系吗 我说你还好吗 我不过就是问问看 对啊 有没有人可以帮得上忙 因为那个时候很紧急 我到医院看到小孩的时候 我说如果你是妈妈 你看到小孩子 裤子都破成这样子 好心疼 翻滚 这我还没有给大家看到 他脸上的伤 因为真的是满脸是血 还有呢 他身上带了这个佛珠 我给他保平安的佛珠 断掉了 也断了 鞋子也破了 衣服也破了 包包也破了 破得真均匀 我就不知道他到底伤的状况怎么样 后来我赶到医院以后 我就想 我当时在车上急 然后我先生就帮我联络 看看有没有人 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说 我请一个朋友帮你去看一下 刚好节目认识的人 没事 都是外伤 所以你不要担心你慢慢开车 我这样慢慢开车 也开了一个小时才到医院 那隔天早上我醒来以后 我在想说 我求救有错吗 我求救有错吗 我就在脸书上写了一篇说 我求救有错吗 我的孩子很紧急 那如果说我求救了 但是你不帮我 那就算了嘛 求救是我的权利 不帮是你的选择 那就算了嘛 走后来我贴在那边 大家看得到的地方 我是要问有没有人可以帮我 对啊 这么紧急的情况 你凶我干什么 那我就 我自己也告诉自己说 现在的那个键盘手很无聊 他根本不知你发生了 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就会开始酸你 那我在想说 我们媒体人其实很卑微 有时候人家想说 你们媒体人一定有很多关系 没有 我告诉你 我们如果车子跟人家A到 我们都赶快赔钱 赶快走人 我们如果跟人家有什么争执 我们就赶快口罩戴得很紧 不敢多说 阿儿刚刚对我好大声 吓坏了 其实也没有正常音量 没有啊 不要说我们是不是有 有一点名气 或者是人家认得你 正常人也会在自己脸书上问一下 那有事吗 没事吧 多点同理心 公众人物也是一般的平凡人 也会有交集的时候 是啊 你女儿其实说实在 他的蛮多灾多难 情况比较多 之前有被检查出得血癌 十七岁的时候 那个情间霹裂的时候 你那种情绪你怎么面对的 你可以想象 为什么他出车祸 我很紧张 因为他十七岁的时候得过血癌 他得过血癌 现在还在就是 重大伤病卡的期间 我会很担心 他血液有没有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紧急状况